说好了 一起去看那昆仑之巅 沧海绝境 天涯尽头的 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 你这次回来 是为了了却救世吧 不 主要是来看你的 满嘴胡话 彼此彼此 走了 期待 我们再相逢的那一天 他怎么每次都是这样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雷无杰 去仙山的路上 保护好他 怎么只有雷无杰 还有我呢 这天启寺守护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什么天启寺守护啊 那都是别人 强加给你们的身份 不用管 那个什么青龙守护 你以为我是为了那个 我只不过是为了 说出来有气势 吓唬吓唬人罢了 我帮你 是因为 我们是朋友 就 什么朋友 那自然是 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朋友了 萧瑟 这一点 你就无需再坚持了 你想回到从前的那个你 那你就接受朋友们的帮助吧 萧大皇子 你的事情交代清楚了吗 哦 那你就跟我回去治疗吧 一个快要死的人了 话还这么多 赵玉珍身死 李寒一走火入魔 随后雷家宝发生大战 雷门雷千虎被暗和所杀 唐门的唐老太爷被萧楚和所杀 雷云鹤回归 雷门双子重现 这一天 消息就是这下 老刘的武功恢复了 信上没有说 就算他的武功恢复了 他也杀不了唐老太爷 以他的性格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引发 整个唐门仇恨的事情来 此时还有诸多蹊跷 细茶 是 你 原本 只是想让唐老太爷 在参加英雄会的时候 让唐则大展身手 压一压雷家宝的风头 却没想到暗和的加入 竟让事情到了这番 无法挽回的地步 这样也好 现在唐门与雷门 结下了不解之仇 两家反目 对雪月城来说 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那个人呢 暂时还没有消息 弄剑仙前辈快回来了 相信他能有个答案 可我总觉得 这些事情的背后 还有一双手 乍一看 死了唐老太爷这位 这么厉害的棋子 但是让唐门和雷门 结下了不解之仇 削弱了雪月城的力量 这样把宝压在 无双城身上的萧虫来说 可是比只赚不赔的买卖 确实 一山不如二虎 就让他们斗去吧 斗个于死往后 以后这天下 就是我的了 不过这一次 我高估了萧虫 做了个懦夫的决定 据说这次萧楚河 最后能够活下来 全靠了一安室 你 走了一步错棋 我本以为叶鼎枝的孩子 应当是和我一样有野心的人 那么接下来呢 他快回天启城了吧 在他回来之前 我们得做好准备 前路 你听我说啊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你们就是忽悠我 这里发生了这么多事 信上说不清楚 必须得有人回雪月城 通知三十尊 那你去啊 大师兄 前路 这里就留着雷乌杰和唐莲 陪着我就行 你去雪月城报信 到时候 在东极海市府与我们会合 正好我们几人要在雷家堡休养几日 时间上刚刚好 你不是骗我的 蓝月侯都说了 萧楚河一言九鼎 他都相信你为什么不信 好 我信你 我就不耽误时间了 我现在就走 你真的要带前罗一起去 对 骗他的 可你明明说你是一个一言九鼎之人 听清楚 我说的是萧楚河一言九鼎 跟我萧瑟有什么关系 你的确是个骗子 我之前问过你那么多次 是不是我要等的人 可你都说不是 我又不知道你是玄武令的继承者 可你明明什么都知道 你觉得为难吗 虽然那日是被迫的 但在众母睽睽之下 唐老太爷死在我的面前 如今整个唐门将视我为大帝 而你身为唐门大师兄却扬言要守护我 嗯 有没有 你没我守心中知道 早就跟你说过 别让自己活得那么累 实话告诉你 唐老太爷并非我杀 什么 以我当时的内力 绝不可能在他们二人的 真机压迫下 杀了他 我猜测是苏昌和暗中出手 他才是真正的凶手 只是唐门肯定不会相信的 我信 你信 消瘦 整天萧瑟萧瑟的 大呼小叫干什么呀 那你说我应该叫你什么 叫你永安王 萧楚河 还是六皇子殿下 皮痒了是吗 我开玩笑的 什么永安王 萧楚河 六皇子殿下 都不重要 我就只知道你是萧瑟 你是我雷薇杰最好的朋友 所以呢 你第一次来雷家堡 就让我敬你地主之意 带你去周边 逛逛呗 出去了 行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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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能回家 随时都可以回来 现在汗水寺的僧人都离开了 救生了我一个俗家弟子 师弟若是能回来 那可真是太好了 可惜只能短住几日 不能久留 师兄 我这一次有一事相求 瞳孔溃散 分明神志已失 放心 我能救他 明侯 以后你就留在这里 跟随师兄学习浮沫神通 以泉正气 香外磨 浮心磨 师父虽然说过这句话 但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没事 明侯就留在这里 我要去找个人 相互传言 他当年 也是害死我阿爹的人 对 香外 所以 你要去雪月城 寻找李寒一 不 当日在雷家堡 李寒一已经现身 他被暗河大家长所害 如今已经走火入魔 所以 我要去寻找他 连雪月剑仙李寒一 也能被暗河所害 这江湖是真要变天了吗 是整个北厘 都要变天了 侯爷披星待月赶回天启 却不入宫跑来我这里 可是遇到了什么棘手之事 我听有人说 三蛇岛之外有座仙山 名为蓬莱岛 岛上有位仙人 能乘风而起 越风而行 和天地共存 与日月同老 不知国师 是否知道这位仙人 白礼东军也与我提起过 他在那里的经历 但我劝他 莫要再回那座仙道 为何 此乃奇书无上路 书上称 拔有三成 仙分五等 这五等仙分别是天仙 神仙 地仙 人仙 鬼仙 国师 我知道你道法高深 可我是个外行 这些东西我也看不懂啊 别急 方才说的五等仙中 就有侯爷你说的那种 世间不少奇功异法 只要潜心修道就能得到长盛 那蓬莱岛上的那位仙人 可能便是这世上真正存在的 一位第一仙 难道这世上真的有仙人 师尊 皇帝陛下已在偏殿等候 我这位皇兄啊就是有点心急 三人 皇帝陛下 参见陛下 谢陛下 谢陛下 小十四 回天启之后 为什么不到平秦宫见故 反倒来国师的 今天见哪 臣弟有些困惑 想得到国师的解答 才敢来见皇兄 那国师 可解答了你的困惑呀 这国师高深莫测 好像是答了 又好像没答 小十四 你只需要告诉姑 你是不是 见到了楚河 见到了 为什么不把人带回来 臣弟也想把他带回来 只是 楚河身边有几个人拦着 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是雷孟沙将军的儿子 还有一个人姓唐 叫唐莲 是唐莲月的唯一弟子 后败入雪月城 也是百里东军的弟子 雷家宝 唐门 雪月城 还要掺和 萧氏皇族的家事吗 皇兄 也不仅仅是他们 楚河 现在也不想回来 他还在怪姑吗 不 其实他是愿意回来的 楚河的一身功夫和经脉 似乎在昔日离开天际的时候 被人所毁 此次在雷家宝和暗河的杀手一战 又加重了伤势 幸亏得到药王传人相救 才暂无大碍 但是要完全治愈 还得去趟海外仙岛 据说岛上有个仙人 能够治愈他的经脉 虽然路途凶险 但是楚河还是想亲自去求访 本以为他是在斗气 却没想到 他竟会有这样的遭遇啊 难怪 你跑到国师这儿来 仙人知道吗 回禀陛下 那 蓬莱岛海外仙人之事 臣只是耳闻 敢问国师 可治得好 楚河的病 能保一命 好 既然国师有此一诺 那姑 就放心了 好 小十四 从天起 赶去东极 能否拦得住他们 皇兄 可是臣弟 已经答应出贺了 你倒是都敢 擅作决定了 臣弟不敢 陛下 陛下 锦威公公倒是可以扮祀堂差事 他正在去东极办事的路上 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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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是在海边吗 我怎么怎么就找到海呢 公子 海在东边我们在西边 自然见不到 好 谢谢啊 我怎么走到哪都不想到楼子 时候不早了 公子去海边做什么 我去买点吃的 海边的集市午后就关了 你买不到吃的 那在哪能买到吃的呀 就那种新鲜的便宜点了 趋势吧 那里开得晚 于是 我这叠贝壳虽然不值几个钱 也能换几个铜板 那你能 带我去于是吗 好啊 走吧 走 对了公子 你叫什么 我叫雷无杰 姑娘叫什么 我叫珍珠 珍珠姑娘 你从小就在这儿长大的了 对啊 那你出过海吗 我们城里的人 谁没出过海啊 那我想去三舍岛 你知道三舍岛 这儿的渔船能去吗 三舍岛 普通渔民家的船当然去不了 你去那儿干嘛 吐蛇吗 我是想去看看 毕竟那是船说中的海质尽头嘛 港口最近是来了一艘大船 你看 那艘大船上有一面特别威风的大旗 是一只木火而飞的凤凤 他们说啊 那叫雪松长船 我记得爹爹说过 雪松长船是北厘最大最快的船了 这世上应该只有雪松长船能使到那么远的海里 要不 来 你明天去看看 原来如此 大师兄 大师兄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也饿 这臭小子实在太不牢靠了 这都两个时辰了还没回来 也不知道去哪儿玩了 该不会遇到什么不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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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 我猜这臭小子肯定迷路了 大师兄 小子 来吃螃蟹了 你可算回来了 你个臭小子 让你出去买东西吃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那可说来话长啊 我去了他们这儿鼎鼎大门的海鲜鱼室 那儿有这么大的乌龟 这么长的青斑鱼呢 秀 有这么大的乌龟 这么长的青斑鱼 那你就带回来一顶棚子去 那因为这便宜啊 这么大一盘 铜锁无期 只要十个铜板 雷尸弟考虑的也没有错 我们出海还需要借船 也不知道得花多少银子 不要生气了 秀 我乃雪洛山庄庄主 曾经在千金台 迎下过一座城池 我会坐不起船 买一艘给你东西 对对对 萧庄主威武 萧庄主霸气 那萧庄主这个螃蟹 就是不吃了是啊 放下 那就吃吧 吃 这俩弄得破贝壳啊 这贝壳啊 我是在他们当地一个渔民姑娘那儿买的 我买他的贝壳 他帮我打听船的事情 你打听到出海的船了 当然打听到了 但是啊 他们这儿的船 根本不可能出那么远 那关家也不让开 不过有一艘 叫 雪松长船 它可以开到很深很深的海陵 雪松长船 那船上还有一面 很威武的旗帜 上面好像是一个 木火而飞的凤凰 那个旗上的图案 是凤凰与飞 乃是青州木家的族汇 青州木家 青州只不过是一个范畴 正确的叫法应该是青州九城 这九城均乃商城 占据北离八城的商业 一是北离最大的经济中心 也代表了天启的财富 这么说 青州九城 就是你们家的藏宝库呗 也可以这么说 九城之中 木家被称为青州首富 这客栈名叫官朝 却离很正义 客栈又这么矮 别说官朝了 就连潮声都听了 真是名不负实 你那说的 你那雪楼山庄四面漏风 屋顶不动 外面飘大雪 也没飘小雪 那倒是真的名副其实得很 比起大半年前的雷师弟 这不仅剑法精进了不少 嘴上的功夫 也是越来越厉害了 那毕竟 竟莫着黑了 我有点想我这雪楼山庄 那倒是 也不知道倒闭了没有 开个玩笑呢 对了 我听珍珠姑娘说呀 这个时候的渔市 是全天最热闹的时候了 咱们快走吧 我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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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公子 雷公子 这儿 这里这里 珍珠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朋友 萧瑟 唐莲 你说的那艘船 我帮你打听过了 是青州来的大商船 要入深海巡耀 此次出行 要招募整整六十人 行程四个月 四个月啊 这么久啊 所以一开始吧 大家都不愿意去 不过墨家说了 一个人给二十两金子 这可相当于我们普通渔户 十几年的收入 而且先给金子后上船 大家都去应招了 现在有多少人被招去 走了老板 据说一上屋只招募到了两三个人 两三个人 是什么样的招募 是看拂水打鱼的本事吗 他们就在前面 要不我带你们看看去 走走走走 走走 就是这儿了 雷公子 我先去打鱼赚银子了 这什么神 看起来好凶啊 是金蟹商 此时剧毒无比 他的毒液提取出来 便能解天下蛇毒 所以在北离时分珍贵 一杯毒液便能卖上近百两银子 我知道这船要开去哪儿了 是三蛇岛 因为那里有大量的金蟹商 这是捕蛇人 又叫蛇手 他们的衣服上撒有药粉 能够取蛇 你看 好了 草河未通过 张铜钱三十 一场 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人想试一试吗 我来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他们打鱼还行 这打蛇 根本就不在行 这沐家真是鸡贼 自己有钱没胆 就花钱买别人的名 有钱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沐家 那沐家不是什么好东西 此物不可训话 留不得 慢点 这沐家 是沐家的沐家 是沐家的沐家 方才人群骚乱惊惊惹了金蟹蛇 才差点误伤了几位少侠 请各位看在金蟹蛇培养不义的份上 刀下留情 话你都说完了 我能不留吗 等等 刚才我这两位同伴的功夫 各位都看到了 请问我们是否通过了考课 这个 看来还是不够啊 雷雾节 少侠这剑 一看就是把好剑 想必伸手一定是非常了得 如若各位能够加入 对沐家此行将会大有助益 少主找您 真是缘分 我们当家的 也想见见各位少侠 幸会 在下沐春风 不知三位少侠如何称呼 萧无心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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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宇 唐十三少 诸位就是想骗在下 在编名字上 能不能花点心思呀 因为他单巴掌 人家都已经看出来了 要不咱们就别变了 不然显得怪不坦当呢 跟上枕 雷五姐 幸好 ņ 江湖堂堂正正 用假名确实不对 在下萧瑟 糊涂了 我这本来就是个假 又何须再便宜 在下 唐墨河 江湖上谁不知道我的名字 都是好名字 请坐 诸位少侠看着都不像本地人 不知为何来这海边小城啊 我们三个是同一个师门 我是他们的师兄 此次也是奉师父之命 带两位师弟出来游历 去看看那穷山之巅沧海尽头 福天沧海尽 入云穷山巅 想要看到这沧海尽头 也只有我们穆家的雪松长船能够做到 不过 我需要三条蛇的蛇胆 诸位身手都不错 不知能否助在下一臂之力 你要找什么蛇 金线 银衣 铁琉璃 都是剧毒的蛇胆 你要他做什么 不瞒诸位 在下有一朋友 得了一种怪病 久寻名医无法得志 我偶然在一古籍上 寻得一法子 上面需要这三条蛇的蛇胆 作为要义 是什么病啊 是什么病啊 殿后桃花漫天下 堂下何须了因缘 锦障风云南相会 往复桃花 低禄恩 好 好识 好识啊 就是 什么意思啊 好什么识 不懂就别瞎狂 他要做的是壮阳药 肖兄说得直白了点 不过确实是这样 那你的那位朋友 不会就是你自己吧 怎么会 这取舍胆如此凶险 阁下为朋友舍身负险 很难不让大家怀疑 此人就是你啊 实不相瞒 得此病的是我大哥 此行呢 一来是为了给我大哥治病 二来也是为了寻找些药材 那这病难治吗 是容易得吗 你还小 不懂 其实我也不懂 感觉就只有我懂是吗 你们俩这样弄得我很尴尬啊 嗯嗯 其实我也是薄薛而已 诸位若是愿意帮忙 纵使天涯海角 也一定给诸位送到 是吗 我们要去的地方 真就是天涯海角 比三蛇岛还远的地方 不如这样吧 穆公子 到了三蛇岛之后 我们替你找蛇胆 你 为我们留下一艘小舟 原地等我们七日 怎么样 那若是七日之后 诸位还未归来呢 自然是不用再等 你们如此冒险 真就是为了看那沧海绝境 能见世间人不得见之境 不值得吗 确实值得 几日后出航 再等三日 等召集了足够多的捕蛇人之后 咱们就出发 好 三日后见 等一下 方才听我手下所言 这位雷兄内力深厚 连金线蛇都为之而躲 这位堂兄内功更是深不可测 虚空谈旨 神乎奇迹 却是不知道 萧雄 你有什么本事啊 识不相瞒 我没有本事 但我这两位兄弟 愿意听我的 功 很好 这个沐兄答应得这么爽快 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会 为什么 这种有钱人家的公子哥 可我见多了 都自以为风度翩翩气宇不禾 事实上没什么成本 听我说了两句 想去海之绝境的话 就好像是找到了知音 掏心窝子 挺好评 肖色 那你之前也是这么想我呀 之前 算我赢装 看错了 我一直以为你是装穷 想不到你是真的穷 好 好了 总之我们找到出行的船便好 接下来我们 大师兄 梁巫杰 出船的费用我替大家省下来 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吃顿好 那 我们去找珍珠姑娘 吃清白鱼去 好 走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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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找到什么时候 你走开 你仔细看看我 我是雷虎 雷虎 对 我是雷虎 你看看我 你是不是认出我了 雷虎 若当年不是你们兄弟俩 接连上往城山挑战 我就不会凑过于真 若这次 不是我敢去雷家宝见你 于真他就不会下山 他也不会死 雷虎你去死吧你 嗨 为什么在下每次出城 都是在如此危急之时 救人于危难之前啊 这难道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天命 在下命中注定 就是那神人离世 万丈光芒般的存在 我本不欲成天神 奈何天神 欲成我 你是谁 在下无心 魔教授宗主 那是天为天的无心 北离的无心 只是寒水寺里一个小光头 我谢谢你来救我 但是我不需要 你还是走吧 前辈误会了 在下是来找人的 救你了 只是顺便 你干什么 他已经走火入魔了 功力不在你之下 在下的寿言人师 做的就是这 降妖除魔的行的 我来念一些 清心凝神的照 看能不能帮雪衣尽心 恢复些神志 我来 记不住了 不好意思啊 好久不念了 生疏了 算了 反正我也不是走 师父他老人家的老路 雷空姐妹 帮我拖住他 给我创造一个机会 好 祝日三三 一拳正我心 二拳破野杖 三拳破恶逆 四拳西密 五拳俘幽 六拳降魔 五拳 七拳 得散了光明 海姨 海姨 还好当年跟师兄偷学了这一套扶摸拳法 什么走火入魔 打完收工 五拳 五拳 你是谁 寒水寺 五星 你是叶鼎芝的儿子 正是 你跟你的父亲 一点也不像 很不像吗 你的父亲 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 都很豪迈 很多人说他不像江湖中人 身上有帝王之气 而你则不同 你的身上 没有风吗 听你的语气 你和我阿爹 很早就认识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只是江南的一位游侠 传过我几世见招 再次见到他 就已经是魔教的教主 所以你便杀了他 你既然来问我 就说明你确信不是我 你不认识 而且我杀他 那叫正邪两征 天经地义 我阿爹 最后跟他接触的人是谁 一个女子 他和孤剑仙抢先我们一步道 他和叶鼎芝天面说了一句话 叶鼎芝就拔剑自我了 果然 我把过你的脉 你的功力所剩不到两成 若是被想杀你的人知道就不好了 所以 你还是先回雪月城疗伤吧 你去哪里 去我该去的地方 我认识 对不起 没经过你的允许 就碰了你的剑 它们有些脏了 我帮你擦了它 谢谢 好久不见 你没有回过头 不还是等于没见 那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 我也不是肤浅的人 可我是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 我就喜欢上来 这么说来 我也是这样 对不起 当年望成山 让你练成绝世之剑以后再相见 可我没有想到这一剑之约 竟浪费了你这么多年的好时光 好时光 在这些好时光里 你本应该遇到很多人 有的人你会喜欢 有的人你会讨厌 还有的人 会跟你相伴一生 我这一生遇见你一个 知足了 可我已经嫁给他了 如果当年先遇到你的人是我 结局会不一样吗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一定会先遇到他 有些事情就是注定好的 对不起 对不起 虽然我走火入魔了 可我还记得我说的那些话 那些话不是真心话 那些事也不该怪你 反而我应该很感激你 可我还是那句话 可我还是那句话 有些事情都是注定好的 再见 韩依还没有消息 真想亲自去找他呀 最近这一连串的事情 无论哪件事情都表明 有人想要瓦解雪月城 唐门现在立场不明确 雷家宝又遭受重创 想要重回巅峰 需要时日 而温家 有超脱事外 不与江湖纷争 雪月城三大盟友 全都靠不住 两位城主又不知左宗 你若离城而去 雪月城很快会分崩离析 在这棋局之上 我们都是棋子 是啊 可惜 下棋的人已经死了 他把雪月城和萧楚河 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雷家宝的事情 会和吴双城有关系吗 以宋燕回的性格应该不会 只是江湖不大 雪月城失事 定是吴双城崛起的最佳时机 这么看 还是有关系的 不过无论什么关系 雪月城和吴双城终有一战 这个 我会全力以赴去准备的 在这个之前 雪月城 靠你作战 我明白 马上就要出海了 我这还有点激动呢 你小点声 再让别人听见 咱们是没出过海的土包子 那像你这么说 你去过 没去过 你也没去过 人这一生若是没见过大海 还真算不得完了 穆公子 穆公子居然也出来闲逛 看来这捕蛇的好手 是找到了 差不多了 三位兄弟也尽快做好准备 我们马上就要出海 行 我现在就回客栈收拾行李 等一下 我和你们一同前去 顺便逛逛这渔市 行 走走走 要不咱们晚上吃一顿再走吧 没钱 没问题 我有钱 穆兄弟客气了 那我们就问问珍珠姑娘 这段时间她也帮了不少忙 得照顾一袋大声音才行 好说 那是谁啊 看起来不像暗和的人 紫衣蟒袍 是大内宦官的姿势 他是宫里的人 穆公子猜得不错啊 此人正是当世五大剑之一 掌剑剑 解威公公 五大剑之一 他是你们的朋友啊 跟你们一出海 那我这艘船 可真是蓬毙生灰了呀 可惜啊 他是来抓我的 抓你 小嫂 穆公子 不瞒你说 我师父乃是天启城 掌相见 济仙公公 只可惜 我对练武毫无兴趣 更不想静身入宫 一番争执之后 我逃出天启 这两位朋友 也是我在江湖上武裕的 若是没有他们 我连这儿都到不了 真可惜啊 在这儿又要被截住了 素闻天启五大剑全世通天 想不到尽霸道至此 强迫人学武也就算了 竟然还要逼人静身 是啊 简直令人发指 小熊 既然你上了我的船 就是我的人 我庇护你周全 那就多羡慕公子了 公子 随我回天启吧 跟你回去 那公子 不就要变成公公了 你是谁 在下沐春风 青州沐家三子 原来是沐家公子 在下无意叨扰你们沐家做生意 只不过你这队伍中 有一位客人 从家里逃了出去 我得把他带回去才是 还望沐三公子 那若是我们不让你把他带走呢 这件事 我知道我知道 明剑冤演 因为剑下防轰过多 力气过重 而未被列入剑谱的明剑 曾是太祖皇帝的佩剑之衣 休想 木公子 停手 洞千山 洞千山 十大明剑之衣洞千山 身穿金履衣 手握洞千山 木家还真是阔气 我看剑威公公并无杀意 再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如这个 你给我单独找个地方聊 多年不见 公公还是这么不苟言笑 我本是来东极海市府处理公务 只不过前几日突然接到传书 上面告诉我 你会从这里出海 若论天启城中 谁最不通情面 大家想到的都会是你 可是公公你好好想一想 我身边有一个新建传人 得了雷轰李寒一真传 离那逍遥天境只有一线之隔 还有个雪月城大师兄 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再加上那边有木家相助 公公若想带走我 恐怕没那么容易 殿下不会以为 我出来办差 只是孤身一人吧 那阵仗未免太大了吧 我相信上面给你的旨意 一定写着 暗中行事 那你想怎么办 不如这样吧公公 我们各退一步 三日之后我们在海边决战 我只派我那雷家兄弟和雪月城大师兄 公公你也只能自己过来 若你能胜过那二人 我就跟你走 三日 公公你可以不相信老七 因为他做事不按章法 你当然也不能相信我二哥 因为他这个人城府太深 算得太细 但是你可以相信我 我是何人 殿下一诺千金 天启城无人不知 好 锦威便和殿下立着三日之约 那我们就不见不散 对了 肖色 你跟锦威公公立了个什么缘 三日之后在海边决战 决战 他这都信啊 锦威眼中的我 是那个一诺千金的永安王 不可能有这么卑劣的小手段 哎呀 这可怜的锦威公公 好啊你个肖色 当时也是这么骗我的是不是 你们现在可都不能回行了 否则肖色就要被那个太监给抓走了 秦罗 不是让你回雪月城通知三十尊了吗 你怎么又偷偷跟过来了 信哥就能完成的事 干嘛非要我金子跑一趟 而且你们还说好了在这儿等着我的 还好我没有像那个锦威一样上了你的道 相算你个大骗子 刘杰 把你师姐抓住 让沐家再送一条船来把她给我送回去 好 作梦 还是算了吧 送包 你们认识啊 这话应该我问你 你们认识 其实不太认识 只是路上偶遇 千罗姑娘说也想出海一趟 就一同随行了 你肯定是看千罗师姐长得漂亮 才带她一起的吧 怎么会 在下只是敬佩 姑娘年纪轻轻 却有一览沧海之心愿 甚是钦佩呀 那如果千罗师姐天生生得不美 你还会千里迢迢地带她同行 那应该不会了 毕竟路途遥远 多带一个人 就多一分累赘 那你可知千罗师姐此行并不是为了看海而来 而是为了一个人 什么人啊 他 好了 别闹了 让人看笑话 看来是我想多了 对了 沐兄 你之前里面穿的是什么呀 那警卫公公一剑劈下来 你觉得没事人一样 那是我沐家的金吕衣 金 金吕衣 金吕衣 沐家珍宝 刀枪不入毫无破绽 不管是十岁孩童还是军武壮汉 穿在身上都出奇地合身 这么厉害 我都没有听说过 那是因为它的价格实在太过昂贵 没人负担得起 以至于它的铸造者吴六甲和机关门 全都破产了 剑是吕肃王铸的洞千山 甲是吴六甲造的金吕衣 青州木甲真有钱 钱财嘛 都是神外之物 这话就只有有钱人来说 好了 我们现在 该好好聊一聊了 你要聊什么 聊一聊 你们究竟是谁 我们之前不都已经说过了 你们一个姓雷 一个姓唐 一个姓司空 甚至还有人姓 肖 这些姓可都是北厘鼎鼎大名的姓 虽然大哥说我读书读得有点傻 但我不是真傻 你知道多少 我知道 雪月城的三城主叫司空长风 把某个姓的大师兄 冠使一杆枪 所以 我猜你是司空长风的女儿 天下皆知司空长风欲有一女 只是从未出过雪月城 说得不错 所以你也不是什么唐沫河 你是雪月城的大师兄唐莲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 没想到一下子见到这么多有名的人物 我知道你是谁了 虽然你的名气没有他们二位大 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其实我对你更感兴趣 因为你的师父是个绝世美人 这你都知道 那你快说说我是谁 你就是 鲁明轩 我才不是那个毒鬼呢 我叫雷武姐 雷家宝的雷 我是不是李寒一 卫类五大剑仙 雪月城二城主呢 你师父是李寒一 此话当真 放心吧 我们隐瞒了这么久的身份 若不是他真被你弃着了 这傻子也不会跟你说实话 那你是 别猜了 我虽然是雪月城弟子 但我不会武功 在江湖上更没有什么名号 我大概知道 你去雪月城是做什么的 这都猜到了 天下皆知 司空长风跟药王新百草学过医术 乃是天下一等一的神医 你去找他是为了治病 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治好你 因为从见你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将死之人 你说什么 我自幼学习医术 不会看错的 他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 我以为此行若是没有结果 我们还可以回天气 原来此行不成 一些变都是结束了 忘了 范香 那是 Birkang 只要是真的 你家里是居住 你家里是 女儿才是一家 简直 神虎奇迹啊 活不如他 他是药王新百草的弟子 未来的掌门人 原来是药王谷的传人哪 难怪有如此艺术 肖兄 在下有一个请求 这次回到北厘之后 可否 可否引荐我 拜那位前辈为师 我仰慕药王谷已久 只可惜药王新百草云游四海 飘忽不定 不过 拜在他徒弟门下 春风意知足了 没问题 只是沐公子 你还能去吗 嗯 我若是在医 那可就是话舍天足了 百日里还夸下哀口 汗颜 汗颜哪 不过 萧雄 你为何不带那位神医 一同出海 有他在 至少你可以一直 把命给续上 海上之行凶陷无比 他已经做得够多了 不能让他 犯这次心 虽然我与萧雄只是初始 可总觉得 相逢恨晚哪 若不是萧雄身体有样 真想与你 把酒言欢一番 冒娩 清炉 天已经很晚了 木公子这边 还不知道一到什么时候 你先回去休息吧 不要 要是这个让萧瑟知道 谁也别想赶我走 今晚我就要守在这儿 师姐 李无坚 萧瑟她 一定会活下去的吧 是 她一定会活下去的 毕竟 在这个世界上 像她那么小气 那么抠门的人 除了我们 也没有谁愿意收她 萧瑟你出来了 你个小行货 你当初连我面前都付不起 明明是我收留的你 怎么样 巫公子只好你呢 是在下自不量力呢 早有神医出手 我这点医术 不值一平 反正现在的我死不了 巫公子 在 说好的把酒当歌 提早安排 好 三郑主 二郑主回来了 韩依 来 韩依 你的魔契是谁帮你去除的 吴馨 他怎么又回来了 他想知道义鼎之死之前 都见了些什么人 你告诉他了 我猜他的下一步 应该是要去天启城 我们要不要先告诉兰月 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 我会安排好的 来 怎么样了 旧伤未愈 又遭遇心伤走火入魔 内力胜得不多了 韩依 三年之内 想要重回剑仙至今 恐怕有些困难 你要有心理准备 从今日起 不要再回苍山了 就住在雪月城 司空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我是想问小杰 和萧楚河他们怎么样了 千罗已经来信了 说他们已经启程去海外仙山 为萧楚河寻仙治病去了 算算时间 差不多该到了 诸位可知 我们在海上航行了多少十日了 不清楚 我只知道 晃晃当当是一日 晃晃当当又是一时 我们已经快到三舍岛了 这么快 跟我估算的 差不多 马上就要跟大家暂时分别了 今日请大家喝一次酒 就当是 剑行了 我们这次离开 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 海上分别 从来不说不吉利的话 沐公子 沐公子 你在岸上 帮我们挡过一次掌剑剑 是啊 那家伙 居然要抓你回去做太监 是可忍 殊不可忍 我是骗你的 小宋 无妨 我们这一路啊 欠了沐公子太多了 若是他以后 因为出手相助我 而陷入险境的话 我会过意不去 那这么说 你的身份极其特殊喽 你叫萧死 萧 你是皇族之人 不错 我乃萧氏皇族 本名萧楚河 萧楚河 永安王 有必要这么激动吗 为何不能如此激动 现在想把我们扔下船 来不及了 你就是那个 为狼牙王庇护而甘愿获罪 丢掉皇子身份流落江湖 也不肯回头的永安王 好 太好了